黄金军团居然全体进化三星四费 甚至还有三星五费 金产产反场的S9也太好玩了吧 一分钟阿北带你学会光龙进化 维克托打法 可以说娱乐效果拉满的同时又能吃鸡 下达成这样的效果呢 首先英雄之力要拿维克托 然后去刷海克斯临时重组器 它的效果是开战后所有的一子 变为费用加一的随机牌 比路四费卡就会变成五费卡 上三星四费卡就会变成三星五费卡 当然因为它是完全随机变 所以你凑羁绊就已经不再有用了 但批成例外 如果你开的三皮区变呢 是可以享受批成连胜或者连败带来的奖励 但是这样上限会比较低 那么我们的打法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团队测试下来呢 发现直接追三星四费 你的成功率实在太低了 但如果你退一步 把金棋用来追多张的三星三费 这样打起来的时候呢 就会出现开头全体进化为三星四费的效果 而同时我们又保留了变成三星五费的可能性 这个我们后面再说 其实一堆三星四费也已经够实力吃鸡了 那么如何运营来完成这一步呢 确实最难的点 阿北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个打法 首先经济要好 所以我们前期野怪呢 可以拿鳄鱼占这个位置 然后一挑四尽早吃上十块钱的利息 然后2-1的海克斯 如果他2-1刷彩 那么你递完三次也要拿到他 那就可以定阵容了 但如果你3-2去拨临时充足器 风险就太大了 而4-1的海克斯呢 不管是不是彩色 他都不会刷临时充足器的 2-1拿下临时充足器后 接下来不拉人口走连败 快速攒到50块钱 接着卡利西升6开始D牌 如果是经济城邦的开局 你甚至可以拉7再低 不来的话就是6级第三费 你没听错 因为S9的7级比6级呢 三费卡的概率只夺了5% 所以6级追三费卡呢 是更具有性价比的选择 现在6级D牌 D的时候看一下外面 留没有通房的全部三费卡 像杰斯艾克这些比较冷闻的三费卡 可以不用留 因为基本三不了的 你想情况是D到三个左右的两星三费后 停手 这样它会自动变成两星四费 足够你在三阶段打年胜了 然后选择数量最多的三到四个三费卡 继续在6级D牌追出三星 因为你要的都是三费卡 会互相卡牌持 所以你会更容易递出三星的 追出最少两个三星以后 可以存经济 然后根据其他三费卡的数量 选择继续追三 还是上八找两星四费变五费 另外运营上的细节是 装备方面你要给三星三费棋子 一个吸血装 最好是银血 一个坦度兼输出装 最好是探坦 第三件带青龙刀启动 或者耶能保利 除了推荐的这些装备 偷偷也特别适合这套阵容 因为它是随机变形的 有可能变成前排珠美 也有可能变成后排的拉克斯 所以这样带是我们团队测试下来 最为通用和保险的 另外站位上 我们全部要占倒数第二排 这样变形以后 前排会走上去 后排会原地输出 最为安全 千万不要全部占第一排 这样你变个拉克斯 顶第一排 那就完了 一般成功追出 三到四个三星三费之后 我们就离吃鸡不远 但如果你想更爽 而运气又很好 那么你可以在四干二之前 追出多个三星三费 然后维克托的四干二 如果是银色海克斯 是有概率刷 变形重组器的 这样你就会把三星三费卡 变为三星四费 然后再用开局临时重组器 再变为三星五费 直接顶级爽局 学会了吗 想学更多娱乐有强势的玩法 别忘记关注阿贝